第十七章 飘雪 混沌城内气流缭绕 穿着摩云藤形成的战衣的罗锋 正站在一座修炼居所天台上 遥看四周远处一座座修炼居所 最近八天他是在进行地毯式的大搜索 整个混沌城是有大量空的修炼居所的 很多修炼居所天台上 都留下了无数修炼者感悟时随手留下的刻路 不但罗锋在找 像满卡星王子乌卡 进入原始秘境的龙云 同样是太初区的千水 荣君等等 个个都在查找那些刻路 这一群年轻天才们都清楚 在混沌城三十年 是他们奠定基础的三十年 而进步最快的方法并不是埋头苦修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选择正确的思路很重要 没必要一开始就观看宇宙法则运转 所以各个在查找历代前辈修炼者的感悟刻路 其中一百一十二个天台感悟刻路都很有感觉 罗锋皱眉 我该选择哪一个 就与混沌杯的九副图深奥莫测 而其他修炼者的感悟刻路就仿佛详细解读 能够让罗锋这样的后进者更加容易有效地参悟 罗锋 一道清脆声音响起 罗锋转头看去 一鸣有着微微卷曲飘逸绿色长发 面部皮肤上有着神秘绿色蜜纹 就仿佛水座的柔弱女子 飘然落在天台上 微笑柔声道 罗锋 你找寻到适合你的感悟刻路了吗 还没有 我发现了一百一十二种感悟刻路都不错 不知道选哪一个 罗锋摇头 千水 你找得怎么样 千水 奥古斯星球天才兄妹之一 同样太出去的成员 我也在犹豫 在老师推荐下 我现在有三个选择 千水微笑道 不跟你多说了 我老师看过你闯通天桥的视频 说你是我们这一批中本源法则感悟 仅次于柏兰的 比那荣君在法则感悟上还强些呢 哦 罗锋眉毛一线 加油 现在你领先不代表以后你还领先 这三十年是变化最大的三十年 千水随即飞起 我走了 一道飘渺绿影飞向远处 消失在混沌气流中 罗锋眉头微皱 你们这一批一千人天才 有不少背景都不小 都有强者在背后指点 巴巴塔说道 可惜我帮不了你 没事 罗锋不在意一笑 忽然巴巴塔惊叫道 罗锋收到一封邮件 是通过虚拟宇宇宙公司内部发送过来的 哦 罗锋吃了一惊 连奋出一丝一屎 进入虚拟宇宙网络 虚拟宇宙网络 太处区 罗锋的庄园中 在书房中 罗锋坐在书桌前 看着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的邮件 罗锋 我看了你闯通天桥的视频 很不错 只是你利用眼神兵太过僵化了 兵器是死的 人是活的 怎么利用眼神兵 自然是最大幅度的去发挥它的威力 你现在刚刚研究 酒与混沌杯 我建议你去购买一战斗秘法 飘写 只需要800积分 购买这飘写 秘法后 你再去编号 0290028981号修炼居所天台看看 那上面有 飘写 创造者当初留下的课录 这应该算是我酒与流派中 学习 酒与混沌杯 前三幅图 最适合你的 努力 我很看你哦 真言 简单的一封邮件 可是却是从虚拟宇宙公司内部 发送过来的 就不普通了 因为自己是公司核心成员 那么一般人是不知道自己网络编号的 查找到自己网络编号 还能通过公司内部网络发送来 这人显然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某一位高层人物 真言 罗锋坐在书桌前 疑惑 他是谁 真言 我也不知道 巴巴塔也一脸疑惑之色 巴巴塔 给我查 飘写 和真言的讯息 罗锋下令道 罗锋下令道 不同身份 权限不同 普通人在虚拟宇宙网络 只能看到一些被过滤后的普通消息 而一些机密 如虫族 机械族等一些重要讯息 是根本查不到的 而罗锋现在地位高 权限也高得多 明白 巴巴塔兴奋道 笔记本屏幕上 立即迅速页面变换 出现了大量讯息 这都是有关真言的 巴巴塔喊道 哦 罗锋盯着屏幕 屏幕上有很多讯息 不由吓得一跳 真言密法 是真言王所创 虚拟宇宙公司内部售价 竟然高达80万级分 天啊 老实的 魂印 巴巴塔 你估价才1万级分左右吧 这真言密法 竟然这么贵 真言王 巴巴塔震惊了 这个真言 竟然疯亡了 怎么了 罗锋疑惑问道 罗锋 巴巴塔机动万分 你不知道 同样是不朽 可实力 地位差别依旧很大 普通不朽 能够当 明君主 统领大量宇宙战士 组成的一支军队 而不朽中 一些超级强者 就可能被虚拟宇宙公司 巨斧斗舞场封侯 封侯的不朽 算是不朽中的超级强者 像你的老师 勉强有资格封侯 而不朽中的巅峰 以及更高一点的不朽无敌存在 一般是会被封王 那就可怕了 而看着真眼王的一部秘法 真眼秘法 竟然能卖八十万积分 天哪 绝对是属于整个宇宙 众多不朽当中 最接近宇宙国主的那种顶尖存在 这种存在非常非常强大 巴巴塔机动道 哦 罗锋心中了然 君主 封侯 封王 这三个官职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力 巴巴塔 当初杀死老师的敌人 多强 罗锋连问道 而之前还激动的巴巴塔一阵 血红色的眼睛略微暗淡下来 而后还是缓缓道 当初杀死你老师的敌人 很强 你老师 勉强有封侯的实力 而那敌人 应该是封侯巅峰 乃至勉强可以封王的那种 罗锋一惊 老师那等人物勉强能封侯 对手竟然勉强能封王 难怪老师当初输得那么惨 那种强者 在你们潜污宇宙国都能排前三 巴巴塔低沉道 嗯 罗锋吃惊 潜污宇宙国可是有上万名不朽的 一千零八宇宙国 能封王的不朽 极少极少 都是超级大能者 他们一般是不屑呆在某宇宙国的 这些能封王的 大多都是在五大巨头麾下 或者特立独行 巴巴塔低沉道 他们每一个都无比强大 是最接近宇宙国主的存在 一本秘法能卖八十万积分 真雁王就算是在锋芒中也算最顶尖的 巴巴塔连道 我之前看到宝库中一本宇宙国主创造的秘法 也仅仅卖一百万积分 宇宙国主创造的秘法卖一百万积分 真雁王创造的秘法就卖八十万积分 可以看出真雁王是何等可怕 哈哈 罗锋笑了 巴巴塔 之前你还说 谁谁背后有大人物有背景 我罗锋没什么大背景 也没啥大人物 可还是能吸引人来指点我 哈哈 在心中 罗锋也对那神秘超级强者真雁王 很是感激 对真雁王只是随手提点 可对罗锋却是奠定基础十一个巨大助力 查到飘写了吗 罗锋问道 查到了 屏幕上出现了有关飘写的不少讯息 相比于介绍真雁王的模糊不清 这介绍飘写明显就详细多了 显然真雁王的资料保密程度极高 罗锋的权限只能查找到最基本的一些而已 飘写 创造者 是九语流派基本类秘法 主要讲述九语混沌碑前三幅图需要八百积分兑换 联络 以天才战宇宙总排名第一 被选入原始秘境 选择九语混沌碑数万年苦修 创造九语混沌碑基础类秘法中 堪称最顶尽最顶尖的飘雪 成为不朽后 直接被封为雪衣喉 在某次宇宙秘境冒险中陨落 罗锋锋仔细阅读着 讯息中还有联络的诸多世纪 这联络 当初就是天才战排名第一 一个超级天才人物 一成不朽 就直接封喉 可惜仅仅活了不足十万年 就陨落 死得太早了 可惜 罗锋摇头 他如果不是死得早 前途肯定无限 巴巴塔也感慨摇头 飘雪是基础类秘法 是供不朽以下的人学习 所以价格不会高 可价格低不代表差 罗锋需要的就是基础类秘法 而这飘雪被真眼王推崇 显然不差 八百积分 我就差八百积分 罗锋哭笑不得 我都后悔了 之前一万积分花得太爽了 全花光了 谁让你花那么快 巴巴塔迪果 不是你怂恿的 罗锋瞥了一眼 肩膀上的巴巴塔 算了 我先去编号029002898号 修炼居所天台看看 看看这一万年前的天才战落 当年感悟留下的刻路 看过战落的经历 罗锋对这位存在于 一万年前的天才 也是唏嘘不已 远落得太早 活了都不足十万年 在不朽当中 绝对算是极其短命了 混沌城 罗锋立即化作一道幻影 迅速飞起 在这混沌城中 寻找那座当年炼落 曾经居住过的修炼居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